你好 欢迎收看大爱新闻 新闻开始来关心一起地震消息 台湾时间12号晚上的10点55分 中国大陆广西省发生瑞士规模5.2地震 香港也有感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 这起地震的镇央在玉林市南方63公里 深度10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 从监视器的画面可以看到 摇动的幅度相当的大 持续大约十几秒 部分乡镇一些房子都出现裂痕 没有建筑倒塌或者伤亡的灾情传出 面对哈吉被台风来袭 平常热闹的东京商店纷纷歇夜 现在几乎就像是空城了 预计会带来破纪录的雨量 而在今天上午新干线也将全面停舍 等到检修完毕确定安全再上路 强风大雨把树木吹得摇摇晃晃 12号深夜东京街头几乎近空 许多民众在台风登陆之前 疯狂扫购民生用品 户条胶布也全被买光 根据中央社的报道 东京陈田机场有1500人滞留过夜 日本国内航线12号有1600班次停飞 预计今天有700多架次要停飞 也呼吁民众搭机前最好要查询最新的资讯 威力强大的哈吉贝在12号晚间登陆日本伊豆半岛造成5人死亡 106人受伤 群马县富岗市发生了土石流的灾情 地上一片泥泞 富岗市有四栋民宅遭到掩埋 警销连夜从瓦礼堆里找到一具罹难者遗体 哈吉贝造成全日本有42万固停电 日本气象厅发布最高级别警戒 对397万人发出避难指示 目前哈吉贝已经在今天清晨降为轻度台风了 纽约警方表示一家俱乐部在当地时间12号清晨发生枪击事件 至少有4人丧生 3人受伤 现场拉起封锁线 这起枪击案发生在布鲁克林区 事发地点是一家夜店 涉嫌经营非法赌场 警方正在调查引发这起枪击案的动机 美国路易斯安纳州纽澳粮市中心 一栋新建中的饭店大楼顶端6到8层坍塌 造成有1人死亡 至少18人受伤送医 新建中的旅馆部分倒塌 尘土飞扬中 汽车开过 场面相当惊险 消防官员表示饭店顶端6到8楼的部分坍塌 而且还可能进一步倒塌 而目前意外发生的地区持续进行净空作业 美国国土安全部呼吁民众不要使用无人机 供个人或者媒体窥探受损情况 意外原因还要进一步调查 巴西严重的海滩油污污染来源到现在还是个谜 虽然箭头指向邻国的委内瑞拉 但是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坚决否认 巴西当局也不愿多说什么 而目前就是积极展开清理油污的行动 但是不幸已经有十几只的海龟和海鸟 遭到原油污染死亡 工作人员拿着长产子 努力刮除海边岩石上的厚厚黑色油污 从9月2号开始的巴西东北海岸原油污染事件 根据美联社蔓延到9个省68个城市 至少150个海滩 各地政府积极展开清理油污行动 目前已经清出130吨 环保机构也高度关注污染带来的影响 油污造成12头海龟还有鸟类死亡 根据环保团体 有800只孵化的小海龟被保护着远离大海 有关当局担心 目前的油污只是冰山一角 巴西环境部门表示 要持续监测东北海岸2000多公里的海岸线 但是难度高 挑战大 大海新闻旅方编译 睡眠不足不止精神差 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期刊的一项研究指出 如果长期每天睡眠不到6个小时 罹患糖尿病的风险会提高两倍 而低于5小时更会提高三倍 而睡眠不足也会导致肥胖发生 今生尖叫连连 游乐园挤满了人 小朋友纷纷被带出来放电 消耗体力 但家长的心情 家长纷纷喊苦与睡眠不足 但国外研究却指出 如果长期每日睡眠时间不到6小时 罹患糖尿病风险会提高两倍 低于5小时更提高到三倍 造成我们的所谓瘦素的分泌的减少 那对于饥饿素这件事情的分泌会增加 那因为这两个激素的不稳定的不平衡 而造成我们容易增加肥胖的机会 在肥胖的过程当中就会增加三高的机会 那糖尿病就是其中一项很显著的原因之一 很难耶 游球朋友很难睡饱 有的睡就不错了 对 看看现场家长不是追着孩子满场跑 就是真的一脸没睡饱 棘手问题 医师给建议 先养成小朋友的睡眠的好习惯 这时候大人才有睡眠好习惯的机会 9点睡 那你可能在睡觉的前半个小时 就尽量不要让他看了过多的电视或3C的刺激 睡眠环境的营造 然后说他是需要一个安全感的环境 或者是说需要你陪伴的环境 医师也提醒家长轮流至少一个人 陪着孩子建立睡眠好习惯 持之以恒 全家睡饱 远离糖尿病 大肴新闻 杨远茨 叶怡玲台北报导 大肠癌是国人十大死因之首儿当中 有一成期的患者癌细胞会远端转移到其他的器官 其中又以肝脏最常见 很多人以为癌症转移代表生命走到终点了 但其实不然 如果肿瘤科数少 局部的切除肝脏能够提高存活率 开刀过后一个多月 伤口已经拆现 所以我们等于是先做化疗 跟不要把他的肿瘤缩小之后 再做手术切除 血便 腹痛 73岁杨先生以为痔疮发作 结果是大肠癌第四起 而且恶性肿瘤转移到肝脏 不良生活习惯下跑健康 台中一名三十多岁上班族 罹患大肠癌第三起 跟老先生一样 癌细胞也转移到肝脏 最常见的部分是肝脏 再来的话是肥脏 为什么就是找肝脏 因为肝门进脉系统会收集来自肠道的血液 癌细胞可能趁机爬爬走 形成病灶 大约一成期的患者会发生远端转移 很多人因此陷入绝望 不管是转移到肝脏或是转移到肺脏 只要我们在影像上手术评估是都可以切除的 事实上这个愈后都算是比较好的 吃下高脂肪食物 人体会合成胆酸帮助消化 当到了肠道会被坏菌分解 一旦转换成致癌的物质 就可能让大肠息肉产生癌变 最常见的就是排便习惯改变 可能便秘或是拉肚子 另外的话可能大便会带血 留意身体的变化 为了健康调整饮食习惯规律运动 定期分辨前血筛减预防大肠癌 先从这些事做起 最近早晚天气比较良心血管疾病患者要特别留意 台湾每年平均超过一万三千人死于脑中风 一般认为高血压 高血脂肪胖是危险因子 而在花博公园设了检疫测量新定图 紧动脉摊位来协助民众建立定期筛减的观念 花博公园一早人几人 民众都在排什么 打破迷思除了常听到的肥胖高血压血脂 是造成脑中风危险因子 其实心房战动心律不整 颈动脉狭窄更是直接致命的隐形杀手 往往被民众疏忽筛减 可能是去议试了 急诊室来可能要突然倒了 然后可能就是抽血检查超音波什么 全部上来以后才发现这么严重 心跳现在是每分钟八十九下 可能是刚运动啊 可能会稍微比较快一点 年纪轻轻的林同学特地来做心电涂筛减 面对脑中风年轻化自有一套保健之道 都是人嘛 所以都有这个问题 所以想说就试试看啊 不会吃很多就是很油很咸之类的 这些中风的年纪运纪这个降低 可能45岁以后 特别有代谢症候群的人 也是一种一个筛减评估的一个阶段 对 放轻松啊 除了建立定期筛减观念 还要问问最基本的不抽烟 喝酒 维持良好生活习惯 您做到了吗 大昵新闻 杨韵瓷 叶宜玲 台北报导 因为童年家境困苦 她特别能够体会弱势之苦 陶一家林烟潮小时后家里连米都买不起 后来她白手起家经营了印刷厂 事业有成决心要帮助弱势 而今年号召众人之力制作茶壶来慕心慕爱 也捐赠两台富康巴士给台中市政府 因为喜欢收藏茶壶按赏逃逸 林烟潮创作之路将近二十年 逃逸是兴趣 本业是经营印刷厂 国中毕业就去当学徒 小时候家里穷困 生活的苦还印在脑海 现在事业有成 帮助弱势付出行动 一年之内 捐了两辆富康巴士 使许多行动不变者的人 以及他们的家属 都可以得到更好的服务 富康巴士出车次数高 平均八年就得要贪换一辆 林烟潮号召爱心及众人之力做善事 太太非常支持 善事嘛 这个做公益嘛 帮她在公司的事情 我能够做的 我就先把它做好 夫妻同心欢喜付出 每一把茶壶都装满爱心 大爱新闻 国内林信红 台中报道 台北中山堂广场 有一场特别的嘉年华会 集结了北市23个商圈 吃76摊的特色店家 整圈的设计 大家熟悉的童话文本 把现场营造的 就像是童话世界 还有好多场的表演活动 让大家来体验北市的商圈魅力 公主坐在花车上 后方还跟着一群 故事中的角色人物 市长也装扮成公爵 带着熊赞一起采接 把商圈嘉年华 营造成童话世界的氛围 来先从我们手工西湖 然后对我们的店家 曝光力会比较高 台北市居民非常的赞同 为什么他们有很多地方 他们不知道 最重要的是为大家 一起来记得台北市 还有这么多古老的商圈 非洲加纳谷的舞团 用鼓声与舞蹈 带动现场气氛 吉祥物也穿梭街道 吸引临重目光 北市商圈起居一堂 把各处的特色与魅力 用最活泼的方式 跟大家见面 这就变成台北市商圈 每年的年度盛事 你知道 大概每次都会有三万人来参加 把每个商圈都把它的特色 摆在这里 那这样逛逛逛逛 逛个半一天 你知道 就好像跑了台北市 23个商圈一样 在同一个地方 在同一个时间 你能看到那么多的店家 节省掉很多的时间跟空间 那甚至我们可以很快速的 让所有的民众了解 我们的商圈内容是什么东西 商圈串联提升能见度 也聚集人潮 商家想增加商机 现在不只是要会做生意 还要懂得如何结盟行销 大约新闻科兴志台队报导 真的是团结力量大 在国庆连续假期 各地观光景点都看到涌入人潮 也会看到慈济志工 经手岗位在社区复出 高雄进司堂的亲子成长般活动 就有母女还有妇女党的志工 他们说因为孩子就在这成长 而在他们长大之后 有能力之后 也希望能够回馈付出 从国小一年级 就加入慈济亲子成长班的陆文婷 现今已经是花莲慈大附中 高中部学生 只要放假返家 他就会跟随爸爸来慈济 之前比较小 所以要别人教我们 要带我们 现在我已经比较大 然后可以去照顾那些 就是弟弟人们也是 就是另外一种转换 让小孩子学会 就是在慈济的一些规矩 至少他可以知道说 爸爸妈妈在慈济是做什么事情 他也可以跟着学习 来 跟着我走 另外每逢连续假期 慈济志工李佩健 则是带着女儿当志工 这是母女间九年来的小默契 一路走过来 他从开始叛逆 然后不听话 早上爬不起来 一直到开始会追着我 说妈妈来不及了 感受是非常的明显 有在转变 因为都有一些善的邻居力 不用到外面去跟人家 忍挤人 然后可能路上塞车什么的 其实那个心情都会不好 我觉得来这里这个大家庭是最好的 无论母子或是妇女党 亲子乐当志工 让他们平行度过了孩子叛逆期 在付出过程 亲子情感也变得更紧密 大爱新闻学龄陈立伟高雄报道 打破医院冷冰冰的形象 台中祠院一楼的大厅 最近展出大明高中的 看见希望的画作 30多幅作品都是学生创作 很多医院的民众都来驻足欣赏 作品中的小白兔玩偶 小黑熊都是儿时欢乐记忆 童年的阳光与幻笑声 然后交织而成的 就是童年时光的这个理念去设计的 大明高中看见希望画作 在台中慈祭医院一楼大厅展出 透过艺术温暖冰冷的医疗 看到这些画非常的疗愈 然后我最终要看到一件事情 看到希望 学生也在现场帮民众素描 这位阿伯拿到作品 直说要去表框 人生的旅程就是这样 有苦有乐 就是一个人生的起起伏伏 作品展出到11月中旬 希望营造温馨和谐的 友善就义环境 让每位参观的人看见希望 大爱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10月14号是加拿大的感恩节 北多伦多的慈祭之工 协助家暴妇女中心整理物资 再打包发放给受保护的家庭 让他们能够欢喜过节 同时也为庇护所的妇女 准备了生活用品 50份打包好的生活用品带 从会所要送到家暴妇女中心 慈祉志工每一季都会提供生活包 协助受保妇女暂时安身在庇护中心 这一次阵逢感恩节即将到来 还有另一项任务 仓库里从用得到吃的应有尽有 这是各界捐赠的物资 志工依据各保护家庭所需要的用品 列出清单 交由慈祭人打包整理 我都觉得今天是比较好特别 因为要执拾很多不同的品种的东西 送去包括枕头 床单 厨房的用品都有 每一项用品都仔细检查 再做打包 就希望拿到的人能够欢喜度过家节 也更有元气重建他们的生活 大爱新闻 真正美之工梁延康 接下来的报道 慈祭泰国分会有47位干部 回到花莲禁私经社 分享他们在当地上的足迹 其中那名一诊 从2015年到现在帮助了近5万人次 联合国表达赶佩 未来有望正式合作接轨 而泰国的慈祭人步步艰辛走过23年 现在四大置业从在地也扩展国际 当地年轻人承担协助推动慈善之业 慈祭泰国分会走入国际 从2015年难民一诊服务计划 至今已经帮助超过48000人次 约40国难民 去年太北南福水灾 慈祭人深入当地 发现水龙头一开 全是黄色混浊的水 志工马上协助卫生所装上绿水器 更换当地水塔老旧设备 持续关怀居民 让健康从源头改善 在行经的路上做中学 学中觉 把慈悲形象化 付诸具体的行动 我们的愿景就是在泰国这个活泼之地 我们身根尽私法脉 开道铺路 接引无量本土菩萨 泰国第一位受证的太极慈祭志工昆毅 今年也接引自己的儿子昆A 加入志工行列 秉持向稻穗谦卑的心 母子共行菩萨道 华脉中的一定要连接起来 这个华脉就是精神 种串串 把它串起来 我们清清楚楚 这样的生命 要如何用在利益人间 何心何气互爱协力 莫忘那一年以人为本的出发心 泰国志工把法脉宗门落实社区 用爱铺路 菩萨大噪声 大爱新闻 谢宇山温国家 花联报道 职业妇女上班 还要顾小孩蜡烛两头烧 真的很不容易 美国电视台的女记者 在播报新闻的时候 四岁儿子突然闯进来讨报报 让严肃的新闻现场 成了温馨的母子同框画面 记者报新闻 画面右下方 却有小朋友闯进来 小孩乱入讨报报 导播只好切换图卡应急 不过小朋友误闯新闻直播 这还不是第一回 原来是政治学者凯利 接受BBC连线专访时 四岁女儿打开门 大摇大摆走进来 爸爸挡都挡不住 坐在学步车的弟弟 跟着卖萌登场 这连线好尴尬 还好有南韩籍的老婆 华蕾进场 一打二拖出门 才结束这可爱闹剧 孩子失控 还不能错过这一段 来历跟着爸爸柯瑞 接受访问 不只要记者安静 还伸懒腰打哈欠 不过最不给老爸面子的 是这位小弟弟 美国前纽约市长 朱利安尼 一九九四年的就职典礼上 儿子乱入 跟着朗诵誓词 成了典礼的文型插曲 当然新闻 周博宣编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达文西的经典画作 《摩娜丽莎的微笑》 经过两个多月的修复之后 已经送回罗浮宫博物馆展出 吸引了大批游客入馆赏画拍照 但是游客太多了 广方不得不分流管制 新闻最后带您一起来看看 同时感谢您收看 再会